邱佳宁去到学术会议,因为没邀请函被拦在门外,无奈之下只能去洗手间门口等,好不容易见到吴副院长,谁知王老也在。 等王老回到公司时,苏倩决定趁热打铁让王老把报告签了,王老正准备签字时,突然问起邱佳宁的工作表现。 苏倩打小报告,说他工作时间去喝下午茶,王老也说自己看到邱佳宁去找吴副院长,像吴副院长这种级别的人应该由苏倩或苏磊去对接。 苏倩催王老签字,王老却通知所有人去实验室集合,他让苏倩和薇薇当众做演示,36小时后检查结果。 微微很慌张,觉得王老发现了什么,他们做不出实验数据上的结果,苏倩让他冷静,主导实验的人是自己,就算出事也和他没关系。 周小山找邱佳宁聊天,如果苏倩的实验结果和报告一致,邱佳宁会再次被开除,邱佳宁满脸不在乎。 36小时过去,苏倩的实验结果没达到报告上的效果,苏倩表示可能是实验条件的问题。 王老让他把问题搞清楚,实验室不允许任何人弄虚作假,苏倩刚想解释,微微主动站出来说是自己急于求成,给了苏倩假的数据。 所有人都不相信,邱佳宁当场提出质疑,但微微说自己求名利,王老生气离开,苏倩替微微求情,但王老不肯给机会,还让苏倩多培养邱佳宁。 微微把自己被开除的责任归咎到邱佳宁身上,邱佳宁对她的指责满不在乎,觉得做科研不该弄虚作假,既然做了就该承担后果。 微微说自己出生在一个小山村,18岁考上大学,第一次坐火车,票钱是苏倩出的,苏倩还帮她申请减免学费,但邱佳宁觉得这不能成为她做错事的借口。 微微气愤离开,周小山看到这一幕,劝邱佳宁做事不要那么绝对,每个人都有为难的时候,如果有一把枪抵在她亲人或朋友的头上,她还会这么想吗? 周佳宁动摇了。 晚上,周佳宁仔细回想周小山的问题,还去了周小山的家,她表示真有枪抵在亲人头上,自己也很难做,但依然觉得微微的做法是错的。 周小山拉着邱佳宁问,如果威胁她的那个人是自己,她会怎么做? 邱佳宁坚信周小山是好人。 另一边,秦斌去医院上班,受到异样的眼神,原来他们是看了邱佳宁发的搞笑小视频,内容就是秦斌。 邱佳宁还和病人说秦斌的坏话,秦斌突然出现在她身后,然后笑着把她拉到墙角,邱佳宁被怼到墙边,突然脸红心跳,赶紧找借口跑了。 微微离职后,苏倩把她的工作交给邱佳宁,随后苏倩去找王老,说自己决定辞职去哈利实验室。 邱佳宁不理解,苏倩坦白,是她让微微这么做的,就差一点就能得到总公司审批了。 邱佳宁认为审批是建立在数据上的,但苏倩觉得漫长的审批时间足够让她优化实验结果。 苏倩的外婆因为胃癌去世,但没几个月药品就上市了,这也成了苏倩的心结。 苏倩指责邱佳宁不该沉浸在自己是圣人的光环中。 苏倩走后,邱佳宁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做错了,周小山过去安慰她,问道,你为这个世界做过什么? 随后,周小山向扎叔打电话,说自己有点累,希望上家确认任务完成。 邱佳宁回家,还在看秦斌的搞笑视频,她还和妈妈说不想当医生了,妈妈不太赞同。 实验室的原计划可能被暂停,孙磊不甘心,邱佳宁来见王老,她建议采用以前的实验办法试试。 王老决定暂缓向总公司汇报,给邱佳宁争取了半个月的时间验证,还让周小山来协助她。 本集结束再次视频'll be 买您稍见或赞同一个月的仅仅辑感 。